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四集 承霄偷偷买好机票 准备带顾南亭回家见爸妈 承霄睡醒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的床上有些不对劲 他的手感很不对 他努力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的记忆 就仅仅停留在打开家里的门 醒了 他的头顶传来熟悉的声音 这是顾南亭的声音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昨天不应该是 把他送回家之后也回家了吗 一系列的疑问都出现承霄的脑海里 这些疑问都是需要顾南亭 来给他解释一下的 嗯 我昨天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承霄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他们婚礼上的 酒会后金那么大 放心 你没做奇怪的事情 顾南亭觉得 承霄求抱抱的行为算不上奇怪的行为 相反他还很喜欢这样热情的承霄呢 听到顾南亭这么说 承霄整个人放松了很多 昨天晕晕乎乎的 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承霄非常诚实地跟顾南亭说 你昨天为什么会在这里睡的 这个问题才是承霄最关心的 顾南亭嘴上说着他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过如果他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会在同一张床上醒过来呢 那你 承霄看看顾南亭 又看了看自己的床 顾南亭瞬间就明白了 他清了清嗓子 你昨天晚上吐了 我有点不放心你 我就没走 而且你昨天晚上抱着我不松手 好不容易你睡着了 我看时间太晚了 我也就没回去 顾南亭跟承霄解释了一番 但是好像这个解释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但是他说自己抱着他不松手 这个事情就比较尴尬了 你不是说我没做奇怪的事情吗 但是你刚刚又说我抱着你不松手 这不就是很矛盾吗 承霄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觉得那不是奇怪的事情啊 那样的你很可爱啊 顾南亭想起昨天承霄的可爱样子 忍不住嘴角上扬 那你为什么不去睡沙发 承霄还是觉得顾南亭多少有些趁人之危 你不松手 我想去也去不成啊 况且你的沙发你心里没数吗 顾南亭解释的很有道理 好像确实是这个样子啊 承霄觉得顾南亭的解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那我们是不是该起床了 他们现在这种姿势还是很尴尬的 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呢 可以我去给你做个早饭 你昨天晚上不舒服 早上吃点东西会比较舒服的 顾南亭说完 想到了承霄空空荡荡的冰箱 不对 我们还是出去吃早餐吧 承霄从顾南亭的话中 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他的冰箱里确实是没什么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他们还是出去吃 纵然顾南亭只是在这里偶尔留宿了一夜 但出于主人的本能 承霄还是给顾南亭拿了新的洗漱用品 顾南亭看着手里 崭新的洗漱用品 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 承霄有些庆幸 还好顾南亭有一趟下午要飞西安开个会 所以他们吃过早饭之后 他就去了机场 肖肖 你昨天没事吧 新娘子夏至终于睡醒了 给承霄发消息 当然没事了 南亭昨天把我送回了家 承霄没想那么多就这么回复了夏至 你就没有留宿顾部长吗 夏至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看到夏至发过来的消息 承霄呛了一下 他总不能直接跟夏至说他没留他 但是他很自觉地留宿了吧 这个问题越想越尴尬 承霄还是转换了话题 你和宋宋什么时候去度蜜月 承霄记得之前好像问过这个问题了 但他现在就是想要转换话题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明天出发呀 正好是宇恒的航班 夏至回答了他的问题 也没继续往下追问 看到夏至没有继续这个问题 承霄松了一口气 他也说不清楚自己在担心什么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 双方家长也都知道了他们现在的关系 他也跟着顾南婷见过秦阿姨了 想到这里 他叹了一口气 他也算是正式见过顾南婷的家长了 他爸妈虽然已经见过顾南婷 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是以同事的身份 见到的他父母 现在他的身份是他的男朋友 还是要正式一些 他拿出手机 看了看自己的排班表 又看了看顾南婷的排班表 他们可以抽个时间回趟家 他好久没回过家了 回去正好把顾南婷也带回去 他看了看机票 现在不是忘记 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他偷偷地做了一件大事 他给他和顾南婷买了机票 就当给顾南婷一个惊喜 也算是他能够给他的安全感吧 他竟然幻想顾南婷 会不会去他家的时候 很紧张了 平常那么冷静的一个人 去见未来的岳父母 是不是也能保持冷静呢 他笑了出来 终于能够让顾南婷 体会一下他去见秦阿姨的紧张了 他有种想笑的感觉 不过手机的铃声 阻止了他的想笑 落地 顾南婷的消息很简短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算不上涨 但是他们已经养成了 彼此报备的好习惯 无论是他飞 还是他飞的时候 落地和起飞都会报备一下 偶尔他们一起飞的时候 也会非常俏皮地互相报备 如果在几个月之前跟他说 他会和顾南婷谈恋爱 他必然是不会相信的 他之前可是在背后 偷偷地叫他顾阎王的 当然这个事情他才不会跟他说起呢 不然少不了被他修理一顿 好好休息 期待回来 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哦 程潇哼着歌 放下手机 他有点期待顾南婷的反应了呢 顾南婷也收起了手机 今天晚上他们可以自由活动 明天上午会议才会正式举行 他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他要去给程潇买他之前念叨过的西安美食 之前他们也是有飞西安 但是一般都是上午飞 下午回 过夜的时候并不多 程潇给他提过一个念念不忘的好吃的 他记在心里了 他说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他还是非常期待的呢